小黃抵達目的地 乘客紛紛下車搬行李 沒想到這車廂一打開不得了 載的不是貨物 而是兩個大男人 我的老天爺 乘客不知道是睡太熟 還是真的喝太醉 全身軟趴趴 大火合力扛人 好不容易保人拖下車 他老兄還沒清醒 把柏油路當床 繼續睡下去 等了又等 有人在路邊吹冷風 站了三小時還是沒動靜 拾出無銀腳攻擊 也是沒路用 熱心民眾也來幫忙趕周攻 渾身結束通通用下去 也是沒路用 你穿著腳踢了 睡那麼久 喝蚊子 實在看不下去 兩名年輕人暗夜 跑到KTV狂歡 歡慶將要入伍 最後竟然倒在警局旁 連玻璃是大人都忍不住 只好協助加入新酒行列 猛想巴掌 希望把人打醒 真的是費了好大一番功夫 他倆才好不容易起身 結束整場 救醉鬧劇 解華尚品宋香菱 台北報導